怎么会在我们国际合并日的前夕 竟然发生在新竹发生这种事情 哇 真的不可思议 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个事件后来引发了当事人 黄妈妈还有她的女儿徐小姐 其实她们极度的恐慌 现在都有精神压力的症候群 这个症状出来 警察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的确他有违法有滥权的情况 也就是说我们的警察 历经的30年的民主化 其实还没有完全被寻化 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警察 你知道吗 在这几年的台湾的社会职业声望调查 第一你是警察 就是说不忍心 看到警察的声望 在919的事件当中 被新竹县警察局的这一锅老鼠屎 全部坏掉了 全部臭掉 所以这个问题 今天去警政署 去提醒我们的警政高层 要证实这个问题 地方的首长 像新竹县长 或地方的这些官员 或者对警察有监督权力的 这些地方议员 我觉得应当要在这问题 要有所表达 黄太太所伤害的 不是她个人的身心而已 这个伤害的是 我们对于警察公权力的信任 以及对于台湾民主化 几十年来努力的成果 的一种信心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 从919的事件 这个偶然的事件当中 我们寄取教训 警察呢 他也应当在维护 我们国家的荣誉 维护国民的主权 国民的人权 共同分享 这样光荣的心情之下 来进行这个勤务的执行 那我在这边 在这个地方 对我们的员警 还有这个事件 应当有了一些反思呢 我就这边做一点分享 谢谢